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麗新台灣 台語是台灣重要的方言之一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台語也跟其他的方言一樣 面臨著失傳的危機 在新生代的年輕人當中 很多人不但說得不太標準 甚至已經不會說了 在民間的有心人士努力下 現在不僅國中小學有了台語課程 影響所及 連對岸的廈門市也警覺到 閩南語推動的必要性 而台語推動的經驗 已將迅速登陸到對岸的廈門 台語文學生動活潑 深具音樂性 鄉土性 撼動許多人的心 當然也深深觸動了蔡金安先生 促使他一頭栽劲 用台語做主題 寫台灣文學的推廣 我們減少年常在這裡拼 實際扁所都有台語事情 我趕緊 你們再做參考看看 國防火 北無旁 凌風來遊蕩 無虛化 無味芒 真人笑疼痛 台語是見得漂亮 所以特地要來提唱 不可以休息 一個外國的議員也消失了 這個外國差不多了 現在當時小孩不但不能說台語 人聽就聽不懂 所以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事情 特地要來思考 台南安平 劍詩城裡面 除了台語詩牆還有海翁台語策房 展示豐富的作品 我們看到一本海翁台語文學雜誌 是蔡先生推廣台語文學的第一本刊物 原來是雙月刊 因為讀者熱烈的反響 十三期之後就改成月刊 到現在沒有間斷過 中間八十幾 這可以在我們台灣文學領書的頂端 是空前沒有的 提供台語文學最重要的一本刊 要讓台語文學的人數有一個 發表的平台 另外開發多元化的教材 讓小朋友輕鬆學台語 也是蔡先生積極努力的方向 來講台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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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覺得很高興 很快樂的 沒有心理的負擔 要讓小朋友比較愛接受 和唱歌的方式來學台語 這是我們做很多小朋友的 最重要的願意 為了育教餘樂 蔡先生甚至組成了一個 海歐歌舞團 2004年成立海歐台語文教育協會 吸引了全省大部分 台語文的精英加入 並設立文學獎鼓勵創作 同時積極舉辦研習會 已經辦過幾千頂的研習會 辦過國學的文學 最主要就是要來 培訓經濟老師 這幾年來 我們對台語的研究和精力 可以說相當的環境 到台方面已經很完畢了 大陸的學問 這件要來提供萬南母 還有要請我們過去 去設計 看要怎麼來提供他們的萬南母 一個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感 為傳承發揚台語文 冒足全境 精神令人好感動 目前成果也一一顯現 這應該是財經安先生 最欣慰的事了 他們在靜態中 呈現蓬勃發展的台語文學 接下來要帶你來動一動 在球隊運動當中 籃球算是相當熱門 而且深受大家喜愛的運動之一了 但是您知道嗎 有種運動 一樣是投籃上籃 但是實用的球卻像足球 而籃框也更高了 您猜到了嗎 這項球類的運動 就叫做核球 到底差在哪裡呢 帶你快去看看 哦 原來這就是核球啊 有點像是在打籃球 只是沒有籃板 球變小了而已 其實啊 核球可是有一些特殊規則哦 原來防守的人 只要在進攻的前面 把手舉起來 進攻的人就不能投籃 另外進攻的人也不能運球 只能藉由隊友的傳球來得分 因為有這些特殊規則 所以比賽不是考身材高大 也無法單打獨鬥 而且也不容易出現激烈的場面 所以核球比賽使男女生同時上場 透過球員的團結合作才能贏球哦 林芳麗老師在就讀師大體育系時 核球是他的主要強項 來到平行國中當體育老師後 就成立了他們的第一支核球隊 當初剛進來的時候 學校也可能不是那麼看好 他說你如果真的弄得到器材的話 那你就試試看嘛 所以當初我就跟我中立高中的學長 借了兩組住址 然後回我師大回我母校 跟教練跟他要了十顆 他們淘汰下來的球 那我們就回到學校 利用放學之後 平行國中的核球隊雖然草草成軍 但是可別小看他們的實力 在短短幾年間 這支核球隊贏得了許許多多的獎項 我們一個因緣機會下 因為全國第一名可以代表中華隊到荷蘭去比賽 可是那一年剛好世界比賽有兩個 第二個在香港 然後我們是第二名 所以第一名剛好同時間他們去荷蘭比賽 那我們就順利地地補中華代表隊 我們到香港去比賽 然後經過我們去香港比賽回來之後 學生自信心打開來了 而且他們經驗學到了 因為他們出國比賽 他覺得外國聽起來很強 其實也不見得 他們去香港打了冠軍回來之後 自信心回來了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連續四年的協會盃 從91 92 93 94 連續四年協會盃都拿下全國的冠軍 由於核球並非亞奧運比賽項目 在國內的推廣程度 並不像其他球類那樣的廣 球賽能申請到的補助自然也就有限 因為沒有經費 所以我要省錢 省錢怎麼省 用我自己學到場地最省 所以常常就是在學校 在我們學校辦一個比賽 那我就去催裁判 那今天有裁判 下面當然要有紀錄台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就 學生集合起來啊 讓學生去佈置場地 學生懂得化現 他對規則了解更多 所以就帶著學生去佈置場地 然後佈置整個會場 然後辦比賽 學生幫忙做紀錄工作 雖然這些過程都很辛苦 但是這些學生們 都能在過程中找到他們自己的樂趣跟期望 偷懶的快感 加上切入的快感 切過人的時候會 就是很有成就感 需要成為台灣之王 在帶領這支合球隊的過程中 林老師也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但他始終都沒有放棄 是什麼樣的信念 讓他願意這樣不求回報的 帶著這些同學們 一路走下去呢 今天合球幫了我那麼多 那我們有這個能力 我們能回饋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回饋他 當然中間的過程 我們遇到挫折也相當相當的大 比方說像我打了全國冠軍 我可以代表中華隊出去比賽 可是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辦法出去 然後家長的指責 然後學校的一些問題 其實在在的都會打擊我的士氣 對我來講 我最覺得感覺最重要的就是 我跟學生的交心 今天我教了一個小孩子 我今天讓他有機會 學到這個技能 讓他有機會升學了 因為這個技能讓他升學 以後他可以找到 一份穩定的工作 其實這樣子 我們就會覺得很安慰了 也因為這種無私無我的放線精神 這樣林老師融會 全國第五屆SUPER教師獎 相信在林老師的努力付出下 核球在台灣能更廣泛的推動 也相信這個運動 將來一定會成為正式國際比賽項目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茶花從古代到近代 一直是王公貴族文人雅式的罪案 而台灣中部有一位茶花達人 黃春龍先生 他希望能將茶花普及到一般的民眾當中 他從喜愛茶花到搜購茶花 進了研究茶花到自己栽培茶花 甚至創立了茶花創刊號 希望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到 茶花的美 茶花的文化內涵 我與茶花有溯源 賞花自在已經年 悠然山居無歲月 萬珠茶花半果眠 從自理行間流露著黃春龍 對山居歲月的悠閒 和栽執萬珠茶花的愜意心情寫照 推廣一個產業 它必須要有文化當背景 那我就說 從歷代的詩詞歌賦裡面 找到關於茶花的 把它在這個園區裡面 把它讓所有的來園區的遊客 去看它 去認識它 黃春龍 原本是一位古文物收藏者 在偶然之中接觸茶花後 赫然發現 原來世上真有如此的奇花異目 就這樣一頭栽進茶花的花花世界裡 而黃春龍 怎麼會從古文物收藏愛好者 變成茶花吃呢 文物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行業 因為文物必須牽涉到很多 專業上的問題 所以一直努力的在這方面 下功夫研究 那研究歷史之後 你必須要回過頭來研究生命 那研究生命之後 你就開始喚醒 喚醒到最後是尊重生命 那尊重生命 到後來發覺茶花的生命力 受它感動 一般民眾覺得茶花很美 但栽種不易 而且又加上沒有深入去研究它的特性 一次失敗 兩次失敗後 可能就自然放棄了 但對於喜愛茶花成癡的黃春龍來說 不只是喜愛茶花 茶花的推廣對他來說 已經成為一種責任和使命感 黃春龍和一些愛好茶花的人士們 除了彼此切磋種茶花的經驗外 還創立了生命之花的創刊號呢 對茶花的研究與熱愛程度 從此可見一般了 它是一個非常美 而且它具有非常深度人文 跟文化的這種植物 所以它又把它稱為叫做會開花的樹 那給我們一個想法 那這樣美的東西 為什麼不推廣 讓社會大眾都能夠去參與 都能夠去欣賞 所以我們也常常想說 像現代人養寵物 一養十年就了不起了 可是茶花可以陪你一輩子 甚至可以傳好幾代 茶花在中國成為觀賞花木 約在唐宋時期 在所流傳下來的詩文中 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文人雅士 對茶花有很高的評價 我記得蘇東坡他就有一首詩 他就提到茶花 他說 三茶香對本誰哉 細語無人我獨來 說是與君君不會 爛紅如火雪中開 也就是像茶花 他即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 下著雪 他都可以一樣開花 那你看茶花 他的葉一年到頭 都是這麼的風綠 然後到開花的時候 也是這麼的美 那幾乎沒有任何一種花 可以比得上 任何一種東西 沒有文化當背景 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黃春龍希望 把茶花的文化推展出去 讓更多人了解 茶花不只是花美而已 而是有文化內涵的花 有編於茶花是王公貴族 文人雅士的最愛 黃麻這種農作物 在早期可是廣受民間所喜愛 在台灣種植的歷史 可以推到康熙年間 而這種原產於非洲 後來傳到埃及 以後稱為 網麻的植物 含義是 國王的蔬菜 在傳說中 黃麻 可是埃及艳後 青春美麗的秘方 還有著 什麼樣的魅力呢 帶您親身去體驗 懷念同時的記憶 林慧敏與志趣相投的人 推展木耳藝文化 進而成立了地方文化館 梨頭蒂埃木耳文化館 不僅是台中市第一座民間文化館 同時整合了南屯的資源 提高了民眾與藝術文化工作者的 附加價值 台灣農民種植黃麻的歷史 可以推到康熙年間 當時主要是製作審索 用來裝糖 稻米農作物的麻布袋 早期最高的需求量 曾經高達44萬個 創造了台灣的經濟 不會污染環境的麻製品 隨著巨紙纖維工業興起 隨著人們感用塑膠品 於是逐漸走入了歷史 黃麻是一年生的草膽植物 黃麻韌皮布含纖維 最初用在紡織織布上 也曾大量製成麻袋 麻衣等 外皮可作為染劑 其色則自然典雅 有一群藝術的朋友 他們會縫染 他們會拼布 或是連結的作品 跟壓花的作品 用麻衣製成茶包 點心 饅頭和包子 成為健康食品 黃麻在日本被稱為奇蹟的蔬菜 可阻擋致癌物質自由基的生成 這個是根據日本女子營養大學 還有中山醫學院的王建坤王教授的研究報告 中國途經記載 黃麻 嫩葉可食 腎甘滑 力大腸 吃到滑溜順口的健康佳肴 這個螞蟻我很熟悉啊 因為小時候奶奶 跟著奶奶吃麻衣啊 煮麻衣湯 用鐵麻葉加入地瓜 小魚更添加風味 鐵麻葉這可是經過台中改良廠 用黃麻種子研發的新品種 台中特異號 減少了以往的苦澀 用麻衣這種大眾食材作為展覽主題 創造了觀光資源 掀起私土之情 延續對傳統文化的蜂巢 帶動出共享相土文化的傳奇樂園 平常過了被稱為奇蹟蔬菜的黃麻 接下來要帶您去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油脂跟纖維素的毛豆 相信觀眾朋友對毛豆一定不陌生 毛豆是南台灣常見的農作物 主要種植於屏東跟台南等地 今天啊 我們就帶觀眾朋友到屏東縣 看看種植毛豆三十多年 堪稱毛豆達人的陳明代陳先生 看看他管理的毛豆田 跟別人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看看什麼樣的毛豆 才能到遠鄉日本賺取外匯 怎麼鍋裡煮的是毛豆 卻隱隱約約散發著芋頭的芳香 這種帶有芋頭香的毛豆 又叫茶豆 只有在日本商家下訂單指名訂購時 才會種植 市面上並不容易見到 像我台南定位 那是誰種的 要用這種 用這種 放得很大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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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這種有問題 我不知道 挖到種植在旁邊 主委長開老地 拐都不換 主委長說發財 由於茶豆數量少 陳明代還是以種植 普通毛豆為大宗 雖說是普通毛豆 可是種植管理的過程 並不馬虎 就連隔壁農田在噴灑農藥 都要謹慎對待 做好防範措施 以免毛豆受到農藥污染 那是在做什麼 在家裡 家裡 家裡還要家裡 家裡還要家裡 家裡 家裡的農藥櫃 家裡 不然讓牠 這個沒辦法 家裡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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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豆歷經七八十天的成長期之後 在採收前 都必須通過層層的藥物殘留檢測 接著就準備收割囉 摘毛豆的工人 個個必須起個大早 在太陽還沒升上來之前 就開始工作 我們都三點 就採蚊 採蚊 採蚊 要啦 再開的時候 第一點採蚊 採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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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太陽出來後 大夥不悅而同地撐開陽傘 頓時 毛豆田裡開滿了一支支的傘花 陳明代田裡的毛豆 都使用傳統的人工方式採收 使用人工採收毛豆的好處 是能保證豆甲的完整 以及維持顏色的清脆鮮嫩 整個採收過程 必須直接在田間完成 採收完 趁重後的毛豆甲 還必須送到工廠 再經過篩選 然後包裝 陳明代的毛豆主要外銷日本 他在創造自己事業的同時 也提供鄉親工作賺錢的機會 由於陳明代採用與農民契約種植的方式 當某一季農民收成不佳時 他還會補貼給契作的農夫 大家一起度過難關 除了轉取外匯拚經濟外 先在環保意識抬頭 各界都在思考如何讓地球更健康 各式各樣環保概念製作的產品 是紛紛出容 要做好環保其實很簡單 在台灣二水上就看得見 一群退休的人們 利用廢棄的檳榔籽 做出各式各樣的藝術品 不僅減少了垃圾量 也有帶來了觀光商機 漂亮的胸花 栩栩如生的動物 可愛鬥趣的昆蟲 還有穿著草菌木的洋娃娃 這些可愛的藝術品 到底是什麼材料做的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因為它是從 就是沒有一些種子 想不到的東西 然後去做這些廢物利用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 它很特別 也可能有創意這樣子 所以還不錯 仙兔的紙很重 很好利用 我們本來都不要把它創意 就很像我們的 汽油的佛女那種類似 就是用我們的竹子 去把它創意起來 就像是一種 無愛的那種感覺 感覺很溫馴 溫馨的畫面 像是倒是紅色的 紅色的代表喜氣洋洋 它還有一個 心形的 有一個心形的 形狀 來做這個 我們的結婚證詞 是相對 適合的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 檳榔掉到地上 成垃圾 在彰化線二水箱 有一群退休的阿公阿嬤們 熱心的學習 發揮藝術創造的想像力 努力的把垃圾變成藝術品 藝術創作家圖坤齒先生 為大家解說DIY做法 你把大塊放進去沒關係 好之後 它的瘦子 一幾杯 鬆下去 再空下去就好了 不要再幾十幾桌起來 把這個今天所學到的 到學校去教小朋友做一做 很有意思 也是勞作 也是意識 也是 可以恢復利用 經營家具行的圖坤池 目前在溫馨館服務 個性開朗的他 在無意中 撿到一顆檳榔籽 發現檳榔籽 也能做出各種的藝術品 手工來做 但是做得很必須 二水箱的彌猴台灣有名 圖坤池藉由面具的創作 在導覽的過程中 告訴遊客們 不要餵食彌猴 讓大自然的食物鏈生生不息 更希望遊客珍惜地球上的 有限資源 以前我們做小孩的時候 都沒有開箱去買的玩具 現在這就是 我們不用去買的東西來做玩具 做玩具之後 還可以做做藝術品 我們想要傳承到下一代 下一代的小孩 有一個童年唯一 廢棄的檳榔籽化身為 逗趣的藝術品 不僅減少環境污染 更能增加生活樂趣 圖坤池希望把創作的經驗 傳承給下一代參考 讓生活的環境變得更美麗 節目到這邊接近尾聲了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美麗新台灣 我們下週再見 日麗新台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